你们好 我是肖旭 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滚尔隐》 五龙山道 是山路七村 通向县城的比京之路 这段日子 山上突然出现一只长毛的活尸 逢叶作祟 给村民带来极大的困扰 体肢无不色变 这句长毛活尸有出卯落 盘踞山岗拦路进行 刚开始路人不明就里 害得撒腿就跑 但他行速比人快了很多 几个闪身就会碾上 然后疯狗一般撕咬路人 连伤三条人命 后来 人们发觉只要在他面前下跪 两膝浮地而行 他就会从腐烂的鼻孔里 喷出两道湿器 收阻到 似是十分满意 直到完全离开五龙山地界 路人才敢起身逃命 若是半途起身 这长毛活尸又要计量虫尸 追念撕咬 村民们头疼不已啊 尽量避免夜行 但要是有急事 不得不晚上过岗的时候 就会在西处垫上破步 以免伤了腿脚 然后战争兢兢 三五人一起过岗 长久下去 何时是个尽头呢 大家聚在一起 商议如何除掉他 有每家每户对钱 先后雇了几名术师 可惜全日久能万代 学艺不清 术法不济 被这只长毛活尸 撵得丢了两魂 跑了六魄 活尸不具福禄 不畏陶丁 不切荆咒 行动又异常的迅疾 一般的属尸 根本不是对手 有个小道长闻得此事 表示不服 愁出满志夜入山岗 三个时辰后 狼狈鬼行出岗 两席血字斑斑 众人将得掺起 道长直呼畜生厉害 大战三百回合 最后一朝不慎败北 被扑认输 不过此行收获还是有的 以查明忽视来历 一般来说 人死灯灭 尘归尘土归土 但武龙山地地有五金地脉 这具尸体又恰好葬在了五金之器 汇集之处 常年收起滋养 尸身不服 渐渐撑了活尸 咒服夜出 若能在白天找到埋尸地 一把火给烧了 尸唤必除 但是这么大的山岗 要找到活尸老巢 谈何容易 是以村民寻了数日 毫无进展 道长还不肯放弃 说这活尸 守地买滋养 约有二十载了 二十年前 可有人葬在山岗 众人都说没有 因为诸村祖训 不允许子子孙孙葬在山岗 人死后 都埋在村子中间的墓园里了 忽然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拍腿说道 哎呀 这倒是提醒了我 这个叫梁小五的汉子回忆 年幼的时候 和二叔上山砍柴 发现了一个伤者 口吃不清 好像是川鼠口音 以着老叔奄奄一息了 二叔叹了叹他的鼻息 然后说道 小五啊 你背着干柴先回去吧 我灌一葫芦水给他喝 梁小五乖笑听话 就依拉二叔之言 挑着柴回村了 天黑之后 二叔也回来了 梁小五就问这个事 二叔说 这个人喝了一些水 自个儿走了 当时 梁小五还有些奇怪 那人分明受了很严重的伤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还想多问几句 二叔一瞪眼呵斥他 还说那人连道谢都没有 就走了 筐你作甚呢 第二天 二叔进城 给梁小五烧毁了几包点心 还让他别把这件事 给说出去 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梁小五得了好处 被二叔连哄带骗 也就不再想了 可是 二叔从那个时候起 一下子就阔绝了 梁老五眨着眼睛说道 以前的二叔 穷得叮当响 可自从碰到 那个伤者之后 就盖了新房 后来还娶了 十里八村 最俊巧的姑娘 这事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一直觉得二叔 是建材起义 支开我之后 将那个外乡人给谋害了 当时年纪小 瞧不出外乡人 穿着好坏 但长大了之后 仔细想想 那人 穿愁果断 绝对是个有钱户 不过 怀疑归怀疑 没有真凭实据 也只能烂在肚子里了 此后 二叔生了两个儿子 因为好吃懒做 家里又返贫了 二娘也跟一个卖火狼私奔 下落不明 我这两个堂弟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大家提起来 恨得牙根痒 其就其在 这个活尸咬死的三人 恰巧是二叔父子仨 二叔算是彻底绝后了 道长方才说 这胡尸差不多受滋养二十余年 也不知怎的 我就想到了这旧事 村子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指挥大家 将梁小五二叔家 彻底翻查 看能否找到这么眉目 最后 寻到一物 乃是一本旧册 上面记着日志 尊书先生看了看 告诉大家 说这日志最后记载的时日 是二十年前 内容大概是 一个景观集观的有钱户 捐了一个义令的职务 本指望过过锅饮 哪知道 刚进本县境内 就遇到强匪了 两个老仆 丢下主人屁股尿流逃命去了 这人也仓皇逃窜 日志记到这里 夹战而止了 尊书先生报了最后一夜的日期 梁小五眨着眼 陷入回忆 梁九说道 这个日子 与二叔 与伤者的日子十分接近 此日志 定是从那个人身上搜得的 只是二叔不认字 不晓得里面 写的什么内容 一直保存纸巾 许久被开口的道长说话了 难怪这长毛活尸 要人跪行了 此处活着的时候 捐得义令还被上任 没来得及过过关也 死后仍不罢休 非得逼我们 给他下跪 他才放行 真真是畜生也 化天下之大吉啊 村民们面面相觑 问他可有驱赶的良策 刀长揉着膝盖说道 心病还需心药医啊 有此隐之人 无非欺下未上 我们不妨借了一枚 大他一击的观印 他一剑定会 伏地叩首 到时我们往他身上 交些铜油 一把火烧了此处 话虽简单 但他生前是个义令 需辅级别以上的观印 才能知他 老爷们哪会为了 我们这些穷头百姓 将观印拿出来呀 阅历深的村民表示担忧 平道道认识几个良上君子 道起高超 事不宜迟 我即刻动身 辞了众人 他就去了 七天之后 果然手上多了一枚观印 村民哪见过这个呀 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纷纷撑着脖子 瞧其一汉 道长觅了几个手脚健壮的劳力 各拎一同同游 夜间进山了 那长毛诗 闻得活气 凿凿厚于山道 道长有了观印 气势大增 熊啾啾来到了跟前 胡适怒吼 示意他跪下 道长将观印一拿出来 这畜生立刻就软了 伏地不语 头都不敢抬了 小道长招手换伴 将这铜油全都倒在胡适身上 淋淋洒洒 浇了个透 饶是如此 这胡适依旧服服帖帖 不做反抗 一切就去 众人撤得远远的 道长吹着火折子 丢在火石身上 同游欲火 一下子烧着 火焰 眨眼窜出两尺来高 火石成了火石了 众人心惊肉跳 害怕的垂死挣扎 然而 直到烧成了灰烬 他都没有一栋半分 这场祸害 就这么出人意料的结束了 好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